雖然很遺憾總預算在上個禮拜沒有辦法如期的副委實質審查 但是我還是堅信總預算優關到國人很多的包括社福福利的預算 地方的建設 科技的發展 工建的預算等等 那也相信在朝委各黨團進一步溝通底下 一定會朝著順利實質副委實質審查的這個方向走 那這幾天當中我們當然也拜託民進黨黨團能夠適度的加強跟在野黨團的協調 那麼有必要我們會主意的說明 那也許等一下總資訊開始就會很多委員垂巡 那更正好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向國人做進一步的說明 上週五藍白聯手退回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行政院表達遺憾 總統賴清德更說在野黨非理性杯葛 會受到民意嚴厲批判 但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卻是這樣說 2008年的賴清德 當他是在野黨的時候 他可以退回執政黨的預算 2024年的賴清德 當他是執政黨的時候 他不准在野黨退回他的預算 黃國昌怒嗆賴清德在野時退預算 當總統就不行 根本就是雙標 但這樣的說法被發現邏輯怎麼怪怪的 2008年立委選舉首度減半 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 一舉拿下八十一席 反觀民進黨只有二十七席 立院表決比人頭永遠都輸 當年綠營質疑 馬英九六三三跳票 總預算卻還是以低進成長率 百分之六計算 主張退回重編 但不敵藍營人數優勢直接被封殺 最後總預算幾乎一毛不刪通過 政治工作者周宣開酸 民進黨人數不足 不像民眾黨明明八席跑去貼五十二席的國民黨 就自以為自己是六十席 王國昌紅綠營雙標 卻反被酸白營變小藍才是真雙標 為了被戰力法院新會期 習近平 卓中泰將在週三週四晚間在原山飯店宴情 民進黨團幹部跟部會首長希望能夠捍衛總預算 日前卓奎一席話說明對總預算的重視 三連新聞掌握卓中泰多次跟部會首長上課演練模擬傳達質詢應答技巧 也要各部會堅定捍衛預算 而二十號總預算遭退回 二十四號將在城市委員會排案 重新送回院會 若順利排入 最快週五 二十七號總預算將送院會表決副委 卓奎也提點各部會 不僅要跟藍白黨團溝通外 也要加強對民眾的說明 像是衛福部重大經費 包含兒少醫療保健一百三十五億 若是照顧四百六十五億長照八百七十九億等 這些都攸關全民健康福祉 而國防預算六千零六十八億創新高 包含國防自主對外軍購 若預算遭退回恐怕影響美國的民主盟友 對臺灣自我防衛決心產生質疑 其他包含交通運輸建設 打炸經費治水預算等 證願人士更透露 各部會不排除透過社群等 直接訴諸民眾 預算跟民生息息相關 反制藍白杯葛行為 政院多管旗下捍衛總預算 三線新聞 高官宣言部 台北採訪的 我們現在開始今天的媒體提問 首先是第一題 華視公視金電視提問 立法院退回總額預算 政院下一步有什麼規劃 有打算拜會朝野說明或是提出釋憲 目前傳院長將驗請部會首長跟律委 討論捍衛總預算 嚴擬訴諸民意 原民禁法補償提釋憲反制藍白 請教院長有打算拜會在野黨團溝通預算 在原民禁法條例上有可能釋憲嗎 請問院長回應 謝謝 在院會開始的前後 巡立 行政院都會跟黨團的委員先進們一起討論 討論的不只是預算問題 我們還有很多的法案 尤其是優先法案 另外還有一些重大的政策跟決定 都必須跟黨團的同仁取得共識了解之後 我們才能夠繼續往前走 雖然很遺憾 總預算在上個禮拜 沒有辦法如期的副委實質審查 但是我還是堅信總預算 優關到國人很多的包括社福福利的預算 地方的建設 科技的發展 工件的預算等等 那也相信在朝野各黨團進一步溝通底下 一定會朝著順利實質副委 實質審查的這個方向走 那這幾天當中 我們當然也拜託民進黨黨團 能夠適度的加強跟在野黨團的協調 那麼有必要 我們會主意的說明 那也許等一下總資訊開始 就會很多委員追尋 那更好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 向國人做進一步的說明 謝謝 好 接下來是我們第二題提問 年代TPPS提問 黃國昌委員在直播時 質疑6月11號到8月11號 院長官邸用電度數高達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度 在兩個月內用電進兩萬度 電費約15萬元 質疑是浪費納稅錢 請教院長回應 謝謝黃委員的提醒 其實520之後我並沒有使用官邸 一直到了6月下旬整修完畢之後 才約略有幾次在官邸有開會等等 那我個人大概在六月底七月初 一個禮拜也只有兩天 會因應隔天上午的時間 會在官邸使用 那麼我的家人也都沒有到官邸來做任何的使用 因此我們也覺得這樣用電的度數的增加 是有所異常 跟去年相比較 六到八月增加了大概三千七百度 那八月之後大概增加了 四到六月增加了三千七百度 六到八月大概增加了三千九百度 那會這樣的增加 我會請這個電力的檢查來看看 是不是電器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同樣的我也會跟國人一樣 我們還是會進一步的檢討 所有我跟所有官邸的我們安全的同仁們 一定要節約用電 這一點我們必須做到 好接下來是自有提問 中國國安部聲稱匿名者六四駭客組織 對中國發動攻擊 該組織是國防部支通電軍 並嗆嚴懲台獨 請問院長看法 這當然不是這樣的指控 我們的資安對國家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是在維護自己國家的通訊 跟資訊的安全這個為主 那至於說現在被外界所指控的 國防部已經在調查 那應該就是一個假的訊息 用假的訊息來指控我們 這個我們必須要強力的回覆 好最後一題提問 TVBS提問 針對總統致電環境部長一次 儘管邱部長已道歉 但也讓院長被質疑 部會爭議是跳過院長由總統解決 外界質疑行政院協調機制是否出現問題 請問院長怎麼看 關於邱部長日前的言行 他已經多次透過公開的機會 表示他這種講法是非常不當的 那我們就事件的了解過程也是如此 他這樣的說法跟事實是截然的不同 我們部長跟部長之間都會有很密切的溝通 雙方在過去未任公職之前都有相當多的交情 也會有很深厚的感情 所以他們有時候說話之間難免會比較輕鬆 但這件我們應該嚴正的看 就這個政策對環境部的衛福部來講 應該嚴肅的看政策 做政策相關的表達才好 那這件事情 我及個人以及我們的這個部會首長 我們都深以為戒 好我們今天的聯訪到此結束 謝謝院長也謝謝現場的媒體朋友